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在攝影棚 要PK的是兩位型男大對決 而且是同公司的型男廝殺 我們來歡迎的是愛麗克斯 還有蔣偉文 加哥哥 你幹嘛 你們兩個興奮很沉悶 我抗議 幹嘛 他怎麼可以稱為型男 他不是型男嗎 他型的哪裡 型男爸爸 兩位都是 型男爸爸 我承認 我們可以快點PK頒獎給我 然後我就可以走了嗎 你們兩個為什麼氣氛那麼高 兩位真的是王不見王嗎 我們不PK了差不多20年了 對啊 可是問題是 沒有說 他輸了19年 他很不高興 沒有 我竟然 有這回事嗎 贏了我都不開心了 已經沒感覺了 不是 那我覺得 JACKLE 我覺得JACKLE是不是 不適合我們這個攝影棚 你每次只要進這個攝影棚來 就有一種魔咒 他每來必輸 必輸 他都輸給一些很奇怪的人 就是平常不下途的人 他就會輸給那種 真的嗎 真的啊 我有機會啦 你有機會啦 沒有 不過話要說 我輸給小可 我輸給阿Ben 我還輸給另外一個不知道誰 莫名其妙輸給他 阿嬌 所以如果今天你輸給我 你就輸給阿Ben 也輸給阿嬌 也輸給小可 終於是他輸給小可 是最離譜的 小可不會做菜 小可 小可他超賤 我跟你講 他根本沒有放心在做菜 一直跟小朋友在玩 你直接罵小可賤 對 沒錯 我想知道我們比賽PK前 評審是誰 評審是小朋友 完蛋了 完蛋了 你們兩個都是我小朋友 我們待會兒再來聊聊 但是今天我們的主廚 是要把你們兩個做菜完的食材 他才變出一道新的料理 所以算是即興創作 我們來歡迎柯老大 你好 我是柯俊年 我跟你講小可 小可跟阿Ben 是跟我學過做菜的 我知道一看就是你做的 對啊 他帶來那個半成品 一看就是柯君 柯老大 算了 怎麼可以跟他比 對 沒有 他以前跟我學過 但學了半途而廢 真的嗎 不是 我學了自己去 修行看個人 對 但是小可跟阿Ben 永遠都是找師傅 你幫我做一半好不好 你會不會覺得Jacko 其實是因為他自己 你對自己太有自信 反而是輕敵了 對 Jacko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 他自信心太高 他用一個蜂蜜 就想要打敗人家有沒有 對 結果沒想到輸 怎麼會有人不喜歡吃蜂蜜 對 他以為 那個淋上一大堆蜂蜜 就可以與人家 結果沒想到小朋友說 可是我不愛吃蜂蜜 你知道嗎 因為我認真做好幾次 料理做得超認真 你一定會贏 我想要小朋友做評審 那一次我就用蜂蜜 淋上就有個小朋友一吃 我很想投給你 我不喜歡吃蜂蜜 巧克力 巧克力 我遇到了魔鬼 魔鬼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是要求勝 一勝對他來講很難 對 所以今天我很有方便 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心 你不要心情不好 因為他等一下是 他會哭著走出攝影棚 我用巧克力今天 你們可以 你們兩個三個 對巧克力過給你小孩 但是你不能 不能亂用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營養師把關 我們歡迎怡黎 哈囉 大家好 劉怡黎是營養師裡面 等級最高的 為什麼 對 因為他本身 我們叫九病成兩醫 他是以前營養不足 對 所以他長這樣 所以後來他對營養 就是營養師非常非常認真 你為什麼要當我們攝影棚 你來批評我們的奶油 他沒有票 我有票 他有票 他現在有票了 他現在有票了 我現在有票了 他是本集最棒 真的 我現在有票了 他原本沒有票 可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藝人太常平手了 所以如果平手的話 他就要根據營養 誰比較營養 就要投那個 所以你不能亂描 今天就是贏了要光榮贏的 對…不能亂弄 I'm winning GAMIT 這個光擋到劉怡黎了 這光有沒有好一點 要卸池就要跳我了 不過我要問一下愛麗科斯 Jack我們都知道 他平常都做料理 你平常料理嗎 你料理嗎 你做出來嗎 我完全不會 我根本不進廚房的 他真的很厲害 我知道 他常常磋 要投一下 這樣他輸得更難看 真的 對… 我這輩子沒進過廚房 他天天 他睡在廚房裡 睡在廚房 睡在廚房 所以你平常在家 所以平常在家都是 永賢弄嗎 都是永賢弄嗎 都是永賢弄 我只洗碗的 今天我們節目進行到這裡 其實好多人對Jack下贊帖 因為原本大家都知道 他說他一直在出書 然後他又會做菜 又是型男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對他很害怕 但沒想到 他來我們節目一直輸之後 好多人很想要在我們節目打敗他 然後增加自己的做菜自信 然後出書 不要講 現在是這邊是 所有藝人要去出版 那個出書那個跳板 對… 我是他們的跳板 對 因為你都可以出書 他們打敗你當然可以出書 原來我這種妙用 你也要出書嗎 沒有…我接這個通告的時候 誰來他們說Jack子 我說OK… 我給你屁 今天戲碼很好看 不過要來講一講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其實是薑 兩位要用薑來做一些料理 怎樣 薑你完蛋了 Specialty 我就是薑很強 是不是 什麼叫薑很強 你薑很強 我薑Ginger Strong 你的廚房都沒吃過 你會看得出薑 他竟然說他是Ginger Strong OK… 但是吃薑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 因為現在冬天嘛 很多人都去喝薑母鴨之類 如果你吃完薑母鴨 然後但是你有 如果有一點小感冒的人 要注意囉 如果你吃西藥或陳藥 你中間的時間可能要拿捏一下 不然可能會有副作用 熱呼呼的薑母鴨 天冷時來一鍋 暖暖身 不不感冒的人就要當心 根據中醫觀點 感冒狀態下身體已經感染發炎 如果再吃薑母鴨 羊肉如麻油肌來進捕 恐怕更會助長發炎 感冒在發燒 那這醫生下去 就會讓我們身體那種 說得比較俗話一點 就是說 除了你自己補上來 你以為會把你的病毒 也什麼補上來 不僅如此 坊間進補料理多用中藥材 包括當歸 穿窮都有活血效果 若再配上感冒藥 普拿藤阿斯匹林一起吃 藥物間的交互作用 恐造成藥劑過量 可能引發心跳加速 手抖甚至黏膜出血 幾個小時之後 讓他把我們身體 把這些藥代謝掉一部分之後 你再來吃西藥 那可能比較不會有 重家的這個副作用在 醫師建議 感冒民眾吃了滋補料理 至少得間隔兩小時 再吃感冒藥 避免中西藥重家 藥效過量 別進補不成 反倒增長病毒 記者劉亮和少芋敏 台北採訪報導 所以如果你吃完薑母鴨之後 你再吃西藥的話 可能會造成暈眩 所以如果你有說DC或什麼 有可能是因為你吃薑母鴨之後 所以真的要進隔兩小時 要這麼久嗎 對 通常加母鴨 或者是羊肉乳裡面 其實有時候大部分 都會有中藥材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酒 酒精 酒精其實最主要 它會影響到西藥的吸收 有可能會讓你的西藥 可能它的藥效變得很加強 加強不是很好嗎 萬一它高血壓的人 它會變成低血壓 它會頭暈 然後不舒服 所以其實如果你吃了這些 所謂的補湯裡面 它有中藥材 酒精 你可能在吃中藥或是西藥 有的人他會再吃中藥 間隔最少 最少其實成人是一個小時以上 但為什麼他會講兩個小時 是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吃慢性天藥 他可能是屬於年紀比較大的 銀髮族 他消化吸收比較慢 所以他需要兩個小時以上 我們再來吃所謂的 藥品的部分 保健食品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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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盡量都要隔一個小時以上 反正都是要隔一段時間 藥效都要隔一段時間 可是不是因為薑的關係 是因為酒的關係 酒占大部分 OK 很多人吃什麼薑母鴨跟羊肉爐 裡面是到底有什麼營養成分 你應該是覺得那個不OK吧 熱量太高 主要就是說裡面其實滿豐富的 就是它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營養很夠的 因為它裡叫肉類 主要都是羊肉 羊肉其實是補氣的 但是提醒一下成年人 羊肉其實它是屬於紅肉的部分 就是說它跟牛肉跟豬肉一樣 通常我們會建議適量就可以了 如果是麻油雞的話 其實小朋友吃也OK 因為小朋友其實在冬天吃的話 他會手腳冰的 女生也會手腳冰的 小朋友才吃不懂麻油雞 他們應該不太會喜歡吃麻油雞 沒有 我們家小孩 很小就麻油雞拌那個油 然後弄個半熟蛋 他就拔了一張 那是因為你是柯老大 對啊 我們家 超愛的 我就不愛麻油雞 我一直到了大學 我才開始吃麻油雞 以前我媽叫我吃麻油雞 我就覺得那東西都得了 我到現在都還不太喜歡吃麻油雞 你美國人 那你 因為其實美國料理很少用到薑 比較少 薑和麻油幾乎都很少 真的比較少 所以現在成年人來講 如果你本身有些三高 或是肥胖的問題 我們建議其實在頻率上 我們建議大概兩個禮拜吃一次 也不是說不能吃 因為冬天不能吃其實有點痛苦 所以其實我們建議頻率是這樣子 那通常 因為我們今天的薑其實 我們會在醫院用在一種人身上 其實還滿好用的 薑餅人 這個有趣 這個有趣 我會用薑餅人嗎 冷掉了 對 我覺得你還是做菜比較好 對 我覺得你還是做菜好了 對 薑餅人 通常如果 藝影協調 薑餅怎樣 有一種人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屬於孕婦 他在前期的懷孕的時候 會有一些噁心嘔吐的話 噁心嘔吐他有可能 不敢吃那種藥 那他其實我們建議用薑 那不管你是要泡成 比如說黑糖薑茶 或是用薑末去入菜什麼的 都可以 反正薑其實它可以抑制 它的噁心嘔吐感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用這一種的也不錯 就是宿醉的 宿醉的隔天早上 我們會希望 其實是要喝蔬果汁 蔬果汁是因為有水分 有加力量 趕快把酒精代謝對不對 但是我們會加薑進去 因為薑其實也是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暖胃 所以其實有時候喝酒 其實對胃跟腸來講 是一種傷害 所以如果你早上 可以加一片薑片 下去打蔬果汁的話 其實也不錯 像現在天氣冷 每次薑母鴨攤 前面都排大排長龍了 最少都排一個都很好吃 但是薑母鴨 是不是真的熱量很高 小心發胖對不對 其實是 就是熱量其實滿高 通常我們計算 一鍋的薑母鴨 如果把那料都丟進去的話 大概2000到3000大卡泡不掉 3000大卡泡 但是你吃還是有一些小技巧 比如說去皮 去皮這件事情 皮最好吃 對 可是那個都是脂肪 對 那個其實去掉會去掉 你的這一碗裡面 大概一半的脂肪都會去掉 我超愛吃皮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鴨血糕 炸的那個豆皮 然後泡得軟軟的那個 所以頻率不要太高 真的 不要喝湯嗎 湯不喝怎麼暖身 不是 重點是薑母鴨 就是要喝湯 但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對面 湯喝一碗就好了 湯喝一碗其實就湯 一碗就好了 怎麼可能喝一碗 想胖的人聽劉毅禮 想胖的人聽柯老大 對 當然我們今天就要用 薑這個食材來做PK 然後兩位藝人 也準備了兩道料理 然後我們先來看那個 艾力科斯弄什麼好了 1 2 3 薑汁燒肉飯團 這不意外 薑汁燒肉 這個就是給 這個就是小朋友喜歡吃的 對 我們今天做的是薑汁水果酒 小朋友不能喝酒好不好 妳看就 薑汁水果酒釀湯圓是不是 蛋花 對 因為我們找不到 因為我這家調理 其實看起來滿繽紛的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找不到那個照片 所以就幫我放了一個薑在上面 這個小朋友一看就選這個了 可不可以不要比 我們就來看看Jacko 會不會在這個攝影棚拿到連失敗 好 接著四位小朋友 趕快來介紹一下 歡迎STAR STAR STAR 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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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要 要 好可愛喔 還有糖糖 糖糖今天元氣十足 感覺早餐吃很飽 好 沒問題 四位就要當你們兩個的小幫手 一個人派給 分給你們兩櫃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 好 現在是Jacko哥 現在要來幫我們做這一道的是 薑汁水果酒釀蛋花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薑汁兩大匙甜酒釀 一瓶香蕉一根草苺 薑梅六顆 奇異果一顆 蛋一顆 紅白小湯圓一小盒 桂花尿一大匙 二砂糖六大匙 Steve跟糖糖幫我拿薑 香蕉還有奇異果 薑知不知道 薑 那Steve你當隊長好不好 你帶糖糖去好不好 好 薑 香蕉還有奇異果 Go 薑 香蕉還有奇異果 Go 薑 香蕉 香蕉是哪一個 香蕉 香蕉 我們香蕉也太大串了吧 放在飛車裡面 放在飛車裡面 從下面 上面 上面 對 對… 小朋友會發瘋了吧 還有薑 薑 薑是哪一個 薑最香蕉 對…就是那個 旁邊…再旁邊一點 答對了 薑 好厲害 好… 薑 還有香蕉 我們香蕉也太多了 香蕉 大香蕉 Steve跟糖糖 你們喜歡吃香蕉嗎 完蛋了 有水果 你吃多久 小小小朋友 小朋友最愛吃香蕉 你以為 不是每個都吃啊 喜歡吃草莓嗎 就像你說以為你每個都吃蜂蜜 草莓嗎 喜歡 天啊 換完蛋 完蛋了 因為我們香蕉要挑得不錯 可是我們香蕉做這道菜的時候 你要挑這種 有黑斑的香蕉 為什麼 就是裡面比較熟一點 它的前味比較香 前味比較濃一點 而且你如果吃那個 比較不成熟的香蕉 綠綠的香蕉的話 其實比較容易便祕 完蛋了 他好想吃香蕉 對啊… 好 其實香蕉選這種黑點的 它其實在日本和台灣研究發現 這種其實可以預防癌症 真的啊 而且它裡面啊 其實越黑的話 它其實在果膠成分 還那樣高的情況之下 小朋友可以促進排便 對 所以小朋友可以選一些 就是真的是點點比較多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減肥的人 要選青黃不潔的 對 因為它那個是抗性澱粉比較高的 是 好 有黑點那個叫芝麻膠 對 芝麻膠 對… 但是其實很多人會認為說 香蕉是剝掉之後就直接吃 其實呢 那個香蕉皮上面 還是有很多農藥 所以剝完之後 還是要稍微洗個手 對 再拿香蕉吃 對 因為小朋友每次在家吃香蕉 像我小朋友也吃 我都會先把香蕉先洗一下 對 一定要洗一下 對… 因為他們很習慣 一剝完就要吃了 對 以為說想說 剝完之後裡面就很乾淨 可是你碰到表皮的時候 其實有農藥啦 還是要… 好… 就是剝下來之後 稍微洗… 沖洗一下 好 現在我們把那個香蕉切成 先切片 然後再切條 把它切成瓶狀 好 然後再切香蕉的同時呢 因為我們待會兒會用一些 橘子罐頭的橘子 還有草莓 橘子的話請那個Steve 你用剪刀幫我剪一剪好不好 他不行啦 小朋友不能拿剪刀吧 剪刀可以啊 這樣剪嗎 你會不會剪Steve這樣子 好不好 Steve你會用剪刀嗎 這樣子也可以 這樣剪 這樣剪它好不好 然後不要把它弄 跑出來就好了 好 來 加油 我們這一鍋裡面是什麼來著 這一鍋裡面就是甜酒 甜酒釀加水 OK 如果是一罐甜酒釀的話 你要大概兌1500到2000CC的水 OK 好 我們把香蕉放進來 加工算調得很稀很稀 我就不懂 小朋友怎麼會吃得懂甜酒釀 小朋友可以吃嗎 我們建議通常年紀會是 青春期的那個少女 其實成長發育的時候 其實是建議可以吃 真的喔 因為甜酒釀裡面的 對 它會促進 會長胸部 對 會促進乳腺的一個發育 現在吃應該來不及了吧 那如果是一般 如果發育完之後 其實就是維持彈性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把那個橘子 橘子罐頭也放進去了 橘子罐頭也放進去了 好 這邊有奇異果 哇 這是水果 現在就是甜酒釀燉水果嘛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草莓 草莓 草莓不要放進去 草莓是最後要盛起來 再吃的時候把它放進去 了解 放在上面 對 它不會爛掉 它不會爛掉 顏色也不會不好看 而且草莓煮久會有一個臭味 好 我們這次把它稍微拌一下 你現在還沒用到薑耶 沒有 薑其實我已經放進去 不過我可以再放一點 可以聞聞看這裡沒有薑味的 真的耶 它已經把 我不覺得這 我覺得你輸定了 這個味道小朋友不會喜歡了啦 好 然後我們最後這邊還有一個 酒釀 我把它放進去 又放酒釀 你要用起來 然後我們煮一些小湯圓 小湯圓還可以拉一點平和 我們用你的桂花釀 有沒有看桂花釀味道 我喜歡桂花釀 你要不要加蜂蜜 我不要放蜂蜜 我要放桂花釀 味道香不香 桂花釀 香不香 他不喜歡 天啊 喜歡的味道 你們喜歡喝酒嗎 然後最後把蛋打進去 Jack已經絕望 他完全不想回到桂花釀 他完全不想理這件事 你還要再打蛋 對 要加蛋花 加點一樣 它是蛋花 這對小朋友來講 切實吃蛋會比較好一點 就甜酒釀都會加蛋花嘛對不對 對 不是 江浙菜裡面 江浙菜裡面 那個酒釀小湯湯是不一定加蛋花 但是它會勾起 蛋進去的時候水一定要大滾 對 好 那如果在家裡打蛋的話 就是水要滾的時候 再把它慢慢淋進去 淋進去就不要攪拌它 讓蛋 讓這個水滾到 讓蛋浮起來以後再攪拌它 這樣蛋會變一片一片 比較嫩一點點 了解 好 在你弄的同時呢 我要來出一個題目考 艾莉克斯 觀眾朋友有幫我們一起打打看 請問 食用下裂哪種狀態的薑 可能會對身體不好 有害處 不好 OK 不好喔 A 稍微腐爛的生薑 B 跟巧克力一起調理 C 發出芽的薑 哪有比較不好 三個都沒有關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是不是發出芽的薑 你看它的笑容 你要不要改答案 它就沒有它的一個 對 這麼簡單的東西 那你說什麼 那你再說哪一個 但是A A嗎 稍微腐爛的生薑 好 我們要公布正確答案 果然 Jacko是會做菜 艾莉克斯不會做菜 正確答案就是 A 稍微腐爛的生薑 因為我覺得它太簡單了 我覺得它太明顯了 所以我故意沒有挑 沒有 其實這個很難 原因是因為 有一句話說 老人家不是說什麼 爛薑不爛味嗎 意思就是說 好像雖然薑是腐爛了 但你吃了之後 對味不會有傷害 但這句話其實到目前為止 研究發現其實是錯的是不是 其實如果是生薑真的腐爛掉的話 我們發現它裡面會有一些微量的 黃髒素 對 那這個黃髒素呢 可能對小朋友 或是對老人家來講 確實會造成腸胃不舒服 再加上如果你真的太勤儉 都是吃到這種爛掉的薑 其實發現就是長期的研究是 會誘發所謂的胃癌跟肝癌 真的喔 所以其實不要太節省 如果薑是爛掉的話 就不行了 就不要吃 所以只有爛一小節呢 其實建議不要 對 其實建議不要 但是如果它是發芽其實沒有關係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已經 已經完成了 Jack要幫我們盛出一碗 顏色其實蠻美的 可是我寧可這個是玉米濃湯 然後我們這個草莓呢 是最後最後就是你要吃的時候 把它放一點上面 在盛盤中間 我其實很好奇 這樣就有完成了 味道 好 完成了 伊莉妳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好 其實我分析一下 因為這一道其實大部分 都是用所謂的 維生素C高的食材 不過因為它經過火去煮之後 稍微 維生素C會稍微流失 不過還好它草莓是後來才加 但是這一道確實 如果家裡有一些青春期的少女 確實是在甜點上面 可以用這一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鼓勵青春期的少女 吃太多甜的 反而會抑制生長 因為它會變胖 所以如果他想要吃點甜的 我們倒是用水果 去做這個甜點的來源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相對來講糖分也會降低 也會比較健康 然後他又加上蛋 蛋其實它在成長發育裡面 它是促進比如說 第二性徵的發育 其實都需要 所以其實小朋友 如果是青春期的話 我們建議一天可以兩顆蛋 那這兩顆蛋可以 其實可以全蛋 所以包括連蛋黃蛋白 其實都可以一直吃進去 了解 我剛剛吃了這一碗之後 我發現 我只問妳 今天如果輸了是不是 是不是沒有天理 是不是沒有天理 我覺得輸了真的 滿沒天理的 因為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水果 救了整鍋的甜酒釀 因為甜酒釀酸酸的味道 但它加了橘子進去之後 我會以為那是橘子的味道 對 因為很多人就是 怕吃甜酒釀 因為我一直吃到甜酒釀 是因為甜酒釀 加湯圓再加蛋之後 它沒有加別的東西 我就覺得其實很恐怖 不是有時候 你會蛋煮不好 我們要建議加口以後 就是水果不要煮 對 水果就放在碗裡面 然後把酒釀湯圓 煮好以後衝進去 這樣會更好吃 而且水果的味道會更好 我覺得這一道 非常像是在外面賣的甜點 就是甜點店會上的甜品 來 好吃 如果不贏我覺得真滿沒天理 它可以把甜酒釀 我覺得如果大人會覺得 有一點害怕甜酒釀 你這樣煮 你這樣煮之後 其實完全沒有甜酒釀的感覺 但吃得到甜酒釀的營養 我想問一個台寶 台寶 要不要吃香蕉 這裡有很多香蕉 那也給你吃好不好 你不可以這樣子誘惑小孩 香蕉裡面有酒喔 又又燙燙的不好喝 好 吃蛋 好 好 接著下來呢 雖然我覺得 Jacko這一道料理 不贏沒道理 但是艾莉克斯專注的 可是薑汁燒肉飯糰 來看一下 好 艾莉克斯今天要幫我們示範 今天小朋友最愛的 薑汁燒肉飯糰 用的是哪些食材呢 冷飯三碗 火鍋豬肉片250克 白芝麻適量 醬油兩大匙 米酒一大匙 味醂兩大匙 薑泥一大匙 跟砂糖二分之一大匙 就像我們在家裡做薑汁燒肉 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你是 用把它跟飯糰混在一起 對 其實就是一個飯糰 然後豬肉包到外面 然後外面都有這個醬汁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他喜歡吃東西 就是最簡單的 對 他這樣有一點點甜甜的 對 然後有飯 我小朋友出去吃 他當然都要飯糰 了解 所以我覺得 很方便啊 好 Steve跟這個開爆 你們最喜歡吃飯糰對不對 對 他會跟他打招呼 開爆 開爆 你喜不喜歡吃飯糰 喜歡 喜歡 Steve喜歡吃飯糰嗎 三角的飯糰你有吃過嗎 喜不喜歡吃飯糰 喜歡 好 但是有人不喜歡 好 沒關係 你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快點 Steve 你喜歡吃飯糰嗎 不錯 唐唐 你喜歡吃飯糰嗎 不喜歡 兩票兩票耶 完蛋了 這是評審哪裡找來的 你不要 阿立克斯 你剛剛問的問題 我每一次都問 沒關係 我相信你們 我們做完的時候一定會想吃 好不好 我們團隊要不要加油 加油 手放進去 這樣子放上來 放上來 放上來 你也放上來 放上來 小心 叔叔會打人 小心 我們1 2 3說飯糰好不好 1 2 3 飯糰 耶 好 上次Jack也是這樣弄 然後就輸了耶 輸了 OK 因為你知道我們小朋友覺得 你這樣好像搞得太累了 你們兩個同公司都在搞同一套 START 我們同一個老師訓練的 對 START幫我拿飯 豬肉 飯跟薑跟豬肉好不好 對 那台寶你就拿你喜歡吃的對了 小心 台寶你拿你喜歡吃的 沒關係我就找 好 飯跟豬肉 還有薑 薑在哪裡 薑 你你想吃什麼就拿什麼 蘋果 對 蘋果啊 都有了是不是 開寶你分證圈 開寶我覺得你就站在那邊 你想吃你就吃 OK 你就站在那邊吃 香蕉 全部給你吃 你就吃完 OK 不是 不能... 香蕉先放著 他剛才想說蘋果咧 蘋果在哪裡 你就吃 好 怎麼做呢 好 我們先開始 START先幫我 你會把這個保鮮膜拉開嗎 可以這樣子我教你 OK 阿姨 反正你現在要拉開 沒關係 對 沒關係 你往上撕 你往上撕 你拿著兩個角角 對不對 拉緊喔 OK 拉緊 1 2 3 這樣子 然後放平平的 幫我放平平的 OK 好 一開始我們 就跟小朋友一起在家裡 在廚房裡面就可以這樣玩 對 好 這個這樣打開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豬肉呢 豬肉片我們放在上面 不能吃 豬肉片 豬肉片 我們就直接放在家裡 因為我們當然豬肉 是包在我們的飯外面 OK 包在飯外面 我們豬肉片呢 就放在保鮮膜的這個中間 然後我們就拿一點點飯 一點點就好了 對 就這樣子 乒乓球大小 對 乒乓球大小 然後就放在中間 就放在中間 然後很簡單 我們就抓 四個腳 了解 四個腳抓進去呢 我們就開始 捲 捲緊一點是不是 對 這個手法叫茶筋腳 日本人說茶筋腳 茶筋腳 茶筋 茶筋 茶筋就是那個 紗布的那條毛巾有沒有 對 紗布的小手巾 然後拿起來這樣捲 就叫茶筋腳 酷耶 然後捲完之後呢 你可以拿出來 再整形 好 你看這樣就變成一個飯糰 厲害 這麼像Pokemon GO 可以丟球 對不對 可以可以 好 我們既然有用到保鮮膜 我們就要考考大家 跟保鮮膜一關的 我們要考什麼題目 保鮮膜是廚房常用的器具 下列何者 關於保鮮膜的敘述是錯誤的 錯誤的 錯誤的 A PVC材質比PE材質耐熱 B 高溫讓保鮮膜釋出毒素 C 含油脂的食物也可以用保鮮膜包 錯誤的 對錯誤的 C 含油脂食物也可以用保鮮膜包 是錯的 真的嗎 你不選A A C也不錯 對不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含油脂是可以用它包 可是我覺得不好 也會釋放出毒物 所以我應該選C 果然雖然說 他一直在這個攝影棚都贏不了 但他的姿勢嘗試果然是100分 恭喜Jacko答對囉 想要剛好我 你剛好會抽叫我選A 沒有 因為我覺得A感覺好像就是 就是看起來比較複雜 感覺有可能是錯的 所以PVC材質真的比PE材質耐熱 是不是 對 其實我要讚美一下Jacko 他真的每次都答對 我覺得以後他就來回答題目就好了 你讚美我 你讚美我 你不要再扁我好不好 還是以後我們會抓Jacko來回答題目 然後克朗大幫我們示範 對… 應該也可以 選我… 通常我們如果一般保鮮膜的話 通常會有兩種材質 一種是PE材質 一種是PVC材質 怎麼分辨媽媽如果在家裡 發現比較黏的那一種就是PVC 怎麼分辨媽媽如果在家裡 發現比較黏的那一種就是PVC 像你通常那個保鮮膜不是有時候 覆蓋在那個碗上面嗎 對 有時候都好像黏不起來的 黏不起來的那個就是PE材質 比較黏的一下子就黏起來 那個就是PVC材質 我來看看 如果比較耐熱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是PVC真的比較耐熱 但是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以環保來看的話 如果是PVC材質的話 它其實 它燃燒之後是沒有毒的 如果是PVC 它燃燒之後是有毒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其實 都不建議選擇PVC了 真的喔 對 而且其實 就算說它耐熱 但是它只要超過60度之以下 其實還是會釋放出毒性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 就是家裡如果要用的話 第一個你東西放涼了之後 我們再上保鮮膜 那東西放涼之前 如果你怕會有一些什麼東西亂 你就稍微用一個蓋子 簡單蓋讓它透氣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要選擇 是比較偏PE材質的 PE 雖然比較不黏 但是相對來講比較 可是上面寫是PVDC耶 對 那就是要選 其實要選PE的 PE是比較不黏的 對 比較不黏 所以要選的是選PE 你就記得選PE就對了 選PE就對了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說 有油脂的話 如果你把你的所謂的一些油的東西 放在這個保鮮膜上面 不管是PE或PVC 如果你放著然後放到冷凍 其實我們建議都不適合 因為它會容易釋放出塑化劑 真的喔 對 所以其實是不適合的 可是有很多媽媽都是用 保鮮膜包了肉 然後就放冷凍 所以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希望是放在玻璃的那個 然後容器 譬如說放在裡面 然後只是蓋住 建議是不要用保鮮膜 現在有做的是那種PE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 加蓋的 加蓋的 那是比較安全的 真的喔 好 這個真的可以學起來 不要用保鮮膜包肉 然後放在冷凍庫 OK 好 OK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 兩個肉球已經做好了 了解 那醬汁呢 接下來醬汁很簡單 OK 醬汁呢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 我們先加 醬油 就1比1 醬油放進去 對 醬油 然後我們的米酒 然後我們再加我們的白糖 對 然後呢 這個是味霖 然後最主要就是我們這一次 要放的 薑 你是把它弄成泥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全部放進去 好 但是在日本的話 這種薑汁燒肉是一個 很平民的一個小吃 非常平民 但如果他們要給小學的 小朋友吃的時候 他們還會加一個小東西 什麼東西 蘋果泥 蘋果泥 對 加了蘋果泥進去 薑的作用還是有 但是薑的辣味就緩和了 就像那個佛蒙特咖哩一樣 加蘋果跟蜂蜜的意思 真的耶 所以它會加一點蘋果泥在裡面 了解 下次我們可以學學看 這裡面加一點蘋果泥 會有不一樣的風味 會 那個刺辣感就不見了 了解 那蘋果汁要一點點放進去 就蘋果泥就好了 對 蘋果泥就搓泥 連那個汁也進去 因為薑汁燒肉我也滿常做的 對 我也喜歡 好 然後煎得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煎我們的肉 對 OK 所以我們就開火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 一點點一點點油 因為本來豬肉就一點點油了 在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艾莉克斯穿這樣 真的滿不像做菜的 滿像發牌的 我覺得滿帥的 滿像發牌 我是為了東西要領獎 真的嗎 他領獎 你要領獎 所以穿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兩顆肉丸放進來 了解 先煎 煎一下 好 因為它那是肉片 所以時間可以很短 那裡面的米飯是熟的 是 所以它一煎的時候 肉的那個汁就讓那個飯吸進去 很方便 然後呢 這時候你醬汁可以先煮 或醬汁後煮都可以 對 都可以就是讓它吸那個 表面吸那個醬汁的味道 了解 所以你先是採用是 肉先煎完之後 對 然後把醬淋上去之後 再把醬淋上去 讓醬的味道吃到那個肉上面 對 好 煎完之後呢 我們的兩個這個肉球 小飯糰 然後肉圓就像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我們來擺盤 然後我們就放點那個芝麻 芝麻 一點點 漂亮啦 太棒 你努力一點 好厲害 安妮哥什麼時候會慢慢爆起來 拍嗎… 我們洗一洗腸的吃喔 有點Style 最近這一招很流行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它要經過這個手背這樣 為什麼啊 今天網路上 沒有 它很無聊的一個廚師 它就這樣子放 可是讓會不會很多都掉在地上 對啊 它只是比那個動作而已 它在醃那個豬肉的時候 我們在醃豬肉 不是要灑一點鹽嗎 對… 還有烤完豬排的時候 要灑一點鹽 它就是這樣子 你手吃是不是有問題 真的嗎 你看它… 它滑下去 而且一定要滴到這裡 從這邊再滴下去 對… 我很懂耶 這樣不是很髒嗎 最近在歐洲很流行 整個網路封傳 真的假的 下一招就是我再來打掃 好 一定要戴墨鏡 對 一定要戴墨鏡 做菜全部都戴墨鏡 好了 你看你有多少東西要整理 我覺得好玩沒關係 在家裡 因為反正就打掃 對… 因為我覺得要讓小朋友 進廚房跟一起 然後都進去 你覺得假的太嚴肅的話 他根本不跟你玩 他覺得好玩 好 我們好了 完成了 耶 你介紹營養團的如何 這道 這個其實跟小朋友 真的可以吃很飽 因為我們會希望小朋友 確實還是可以吃一點紅肉 它裡面的鐵 其實對小朋友 不管是活力或是腦袋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飯糰其實這樣一口 其實最適合小朋友 了解 小朋友需要有碳水化合物 確實 那他才會有飽足感 尤其是像小朋友 如果現在正在吵鬧的時候 其實 他會比較乖一點 像小朋友如果現在正在吵鬧的時候 其實他吃一點飯 他會比較乖一點點 真的嗎 因為有一點葡萄糖的部分 了解 但他少一點蔬菜對不對 對 所以他剛剛用了假的 紅蘿蔔放上去 沒有 是不是 對 試上去時 可以用一點蔬菜 是 了解 好 但是呢 我們今天攝影棚 不能浪費任何食材 我們今天柯老大 可以算是給他出一個 即興的題目 柯老大今天要用 艾力克斯 還有Jacko哥 做剩下的食材 要幫我們變出一道料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當然了 我們日用剩下的食材 柯老大要幫我們 變出什麼料理呢 對 我今天把它變成一個 米布丁 米布丁 因為剛剛艾力克斯 有剩下飯 對 他剩下一些飯 就是大概半碗飯 對 然後呢 他有剩一些雞蛋 他剛剛不是打蛋花嗎 有剩一些雞蛋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 結合在一起 然後再加薑汁 然後再加一點鮮奶 然後這個就是 剛好有一個比例 就是說你米多少的話 對 那它的水分的部分 就是它的兩倍 兩倍到三倍都可以 了解 就是你怕失敗的話就兩倍 如果你不怕失敗的話 就是三倍 三倍因為那個口感更好 那如果想失敗的話咧 想失敗也很難 因為這一道菜很難失敗 真的喔 對…只是上面會有孔洞 因為你蒸氣的時候 像蒸這個東西 你在蒸的時候你也不用烤 你就直接用蒸的就好 不用 不需要用烤 烤比較麻煩 那很簡單 我們就是先把這個蛋 放到這碗裡面 雞蛋也算水分 所以雞蛋也要算水分 先把這個雞蛋呢 先把它打勻 對 加上我們的糖 把這個糖加進去 我這個糖大概就是 雞蛋的一半重量 了解 雞蛋的一半重量 因為你糖的話 你自己決定要加多跟多少 但是我加的量不多 尤其白糖那個 它甜味沒那麼高 是 所以我加的那個量不多 然後呢 加薑汁進來 這個薑汁我加了兩三大匙的 薑汁進來 了解 這很酷耶 對 你薑汁要緩和它的辣就是 要用蛋白質 蛋白質 雞蛋是蛋白質 牛奶也是蛋白質 用兩種蛋白質 對 用兩種蛋白質 這個我想學耶 好酷喔 這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沒有 你即使在家裡蒸出來 稍微有孔洞 其實也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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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家裡都會有食材耶 對啊 這全部家裡都會有的啊 你家裡一定有剩下的白飯 然後再把我們米飯放進去 這超酷的耶 對 其實你做米布丁的小朋友都會喜歡 如果你如果說沒有飯的話 其實光這樣那個蛋汁就可以了 對 光這個蛋汁就可以 然後飯呢 讓它就是 你泡一下讓它吸這個水 是 讓它有點像吸飯那個樣子 吸那個水 稍微讓它泡一下 因為裡面水分 所以記得就是你飯多少 你的水分可以1比2或1比3 1比2的話會比較硬一點 比較不會失敗 我喜歡吃滑潤口感的1比3 那你不夠的水分就加鮮奶 或加水都可以 酷耶 這很酷 然後就這樣把它整個攪拌均勻 你看我都順著碗底打 對 同一個方向對不對 對 順著碗底打 主要是它不會起泡 會起泡到上面的孔孔比較少 然後呢 你就拿一個容器 然後把它加進去 這一道我很想吃吃看耶 因為我沒有辦法想像 它會吃起來什麼樣子 對 然後呢 其實做布丁 你只要把它幻想成 叫做甜蒸蛋 所以你布丁都會做了 很多人就說布丁好像很困難 很困難什麼像個隔水 隔水要怎樣的啊 隔水啊 底下要正一塊的布啊什麼 其實都以為都很困難對不對 其實不需要以為很困難 因為媽媽都會做蒸蛋 蒸蛋你都會吧對不對 對 布丁就是甜蒸蛋 只是蒸蛋大家是鹹的嘛 對 你把它變成甜蒸蛋就是布丁 酷耶 然後這個呢就把它放到電鍋裡面 是 像這樣的量 像這樣的量的話 大概就是一杯水 一杯水我們大概就是20分鐘 電鍋是20分鐘 對 那如果你用瓦斯 直接用爐去蒸的話 你就是一個觀念就是20分鐘 了解 那即使有一點孔洞也無所謂 是啊 OK 然後 很漂亮耶 我們就蒸好 其實就是蒸蛋啊 對啊 但是它是一個甜蒸蛋啊 這時候我們再把 剛剛剩下的水果 剩下水果拿來裝飾 對…剛剛有草莓對不對 對 對 你就是家裡面有什麼水果 你都可以 對 水果呢我們就稍微把它切一下 稍微把它切一下 然後拍一下 讓它有點小花樣這樣子 拍在正中間 哇 然後呢 那我們再把這些 草莓 對…你就是圍了中間那一顆 你有什麼水果都可以 對… 對… 那剛好因為剩下草莓 我就直接用草莓來放 然後呢 其實桂花那個 你桂花那樣也要用啊 但是我又加了蜂蜜 你有加蜂蜜 對… 我不喜歡蜂蜜的味道 我又不跟你吃 我又不給你們兩個吃 來… 我吃蜂蜜 然後再把它淋上去 這不錯耶 這好棒耶 裡面的糖沒有很多 然後就是靠這個桂花蜂 這樣來點綴糖 因為其實桂花那樣是鹹的 所以你一定要加點蜂蜜 對… 像這樣 你就可以完成這樣 完成了 好 我們待會兒當然要來品嘗一下 柯老大這個甜布丁了 不過接著下來 我想兩個男人的戰爭比較重要 到底今天是Jacko還是 艾蒂克斯會獲勝呢 我們趕快來投票囉 好 馬上就要到我們試吃跟投票的時間 我們當然就是先吃燒肉飯糰 薑汁燒肉飯糰吃完之後 再享用甜點了好不好 來 先吃那個這個 吃好吃的飯糰 吃好吃的飯糰 對…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其實那個甜酒那樣的味道 一口心還是會飄出來耶 對… Yes 一口耶 一口吃掉 都是一口吃掉 對不對 好吃嗎 好快 先吃進去… 先把它吃進去 好 先全部要吞進去喔 好不好 好吃嗎 好吃 都好吃對不對 這個 來喝甜甜的 有水果湯 甜甜的水果湯 水果湯圓喔 來吃吃看 還有橘子喔 你跟屎嫂昏倒了 人家不想喝你就不要逼他吧 沒有…他們有喝 他們都超乖的 你不要再逼他了 兩位幫我們預測一下 伊犬是什麼臉啊 伊犬什麼 他有苦瓜臉 伊犬… 你預測一下誰會獲勝 我說實在的啦 薑汁飯糰這無敵啊 因為它就是沒有任何缺點 然後就是非常入味的肉 然後它薑汁其實完全沒有薑的味道 所以其實香香的真的還滿好吃的 那個酒釀的那一道你不喜歡嗎 酒釀說實在的 我本身其實 我不敢吃酒釀的東西 我也不敢吃酒釀 但是今天Jaco真的做得滿成功的 因為他用了水果的香氣 甜跟酸 把那個酒釀整個壓掉 所以我剛剛吃了兩大口的酒釀的 哇 你在幹嘛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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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不曉得小朋友的味覺 有沒有真的比較敏感 如果比較敏感的話 我覺得 可能艾莉克斯會贏 我覺得Jaco的 只是取錯名字了 他只要取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名字 就是一個甜點 或是多放一點水果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水果已經算很多了 我沒有取錯名字 就是把這裡面的內容放上去 對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說是水果糖 水果糖 水果甜湯 可是老大你也覺得 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艾莉克斯應該會贏 因為他那個肉還是比較 真的假的 我覺得有可能平手 對 右邊的是那個甜點 左邊的是飯糰 好不好 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你去幫我投票 GO What What Star 換Steve 你決定嗎 你看清楚我人是嗎 然後跟那個甜點 對…你就去你剛剛要去的地方 What Yes 那個換糖糖 糖糖 好 來 你還想從那個底下 那個桌上那邊 去投票 好 不好意思 好 所以最關鍵的一票 他在吃別人的 他在吃別人的 開寶 開寶 你覺得這個很好吃對不對 開寶 你的沒有的 我等一下再給你入碗 開寶 開寶 你不要忘記你是哪一隊的喔 開寶 好... 這邊還有 開寶 這邊還有 拿湯匙來快點 開寶 好...等一下 拿湯匙來 開寶拿湯匙來 好 最後換你投票 快拿湯匙來 這邊快點 這邊有肉 開寶 等一下 開寶 好好吃喔 你看那邊 那邊是飯糰喔 然後那邊是你剛剛想要喝的那些 甜湯喔 抽抽抽抽抽 你要把這個娃娃 等一下你們要先不要吵 先把這個娃娃放到你喜歡的 你比較喜歡的 兩個你都喜歡嗎 那你要放一個喔 只能選一個喔 兩個只能選一個 好去 開寶看著我 開寶看著我 人家 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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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謝謝 他會弄掉 他會弄掉 我等一下給你好不好 好 好 你看這個是不是 你要再一碗嗎 你說老闆再一碗 再一碗 好老闆 直接在那邊吃開寶 沒關係在那邊吃 這是我們第一次 評審選到什麼就吃什麼 對真的 因為他太想吃那個 好好好 我等一下整碗都給你好不好 我想問一下 Steve為什麼沒有投我 Steve你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投那個 對啊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個飯糰 對 你比較喜歡飯糰 STAR STAR你為什麼沒有投我呢 我們投一對的 對啊 STAR你為什麼沒有投 飯糰 好 好 沒有不重要 沒有不重要 他們都是靠自己的喜好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平手吧 所以以理 你要幫我做出最後抉擇 蛋白質我有 我給你講 酒釀發酵 你剛剛都 你自己都講了 你都自己都講了 你不喜歡吃酒釀 水果 你都講了 你要以你一個 營養 營養是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你剛剛前面的話 真的不想 我是不敢吃酒釀 但是因為他今天是要 站在營養的 營養的觀點來投 那說實在的 我們飯糰跟肉的話 其實也營養 因為他就是一個餐 但是他少了一點蔬菜 對 有啊有啊 上面有蔥啊 撒了很多很多蔥耶 還透過他的手肘 而且還透過手肘 所以哪裡有蔬菜 然後這一道呢 其實他沒有蔬菜 可是他用了水果 而且他的水果 其實多樣性的變化 然後他又有這個 所謂的澱粉類的東西 又有蛋白質 重點是我覺得小朋友 營養的情況之下 又要吃進去 對不對 因為你營養 又不吃進去就沒有用 對 所以我想要給Jaco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恭喜 我覺得你今天很開心耶 我沒有想到會輸在營養室這邊 他真的讓我失望了 我也覺得你那道會贏耶 我老實說 好啦 但是我們在這邊要恭喜 Jaco終於在我們攝影棚 獲得了一勝 難得了一勝 什麼叫終於啊 什麼叫終於啊 我也不過 正好輸三次 我贏三次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吃一下 剛剛柯老大的米布丁了 對… 好 來吃吃看… 來… 品扛一下米布丁 沒有放涼 放涼了會更好吃 來… 因為剛蒸好的 好像底下挖 因為那個米都在底下 要一點點 對… 水果 米 試試看那個 你看凱寶的樣子 凱寶你先滑在這裡坐好 他很想吃 來…試試看… 你要往底下挖 底下才有那個米 而且我要一點草莓跟桂花麵 桂花 滿不錯的耶 好好吃喔 其實那個米 這個時候就好像 有點像珍珠有沒有 有點像那個什麼西菇米 對… 我要吃點那個草莓跟 超好吃的 這樣子好 我決定 我這邊拿來… 帶來… 我就直接有 糟糟糕 那些藝術